霍金,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他去世前两周,提交了一份研究论文,该论文与平行宇宙理论有关,并预言了我们所在的这一宇宙的终结。 霍金和他的合作者Bama Hurtag占写了一篇论文,详细描述了科学家们如何能够用宇宙飞船探测其他宇宙。 Hurtag表示,霍金在临终前完成了这篇论文,留下了一个值得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最终遗产。 Hurtag认为,霍金经常被人们提名,应该获得了诺贝尔奖或,他确实也应该得奖,但现在他永远也不可能了,因为诺贾只搬给还在世的人。 霍金利用他语间Hurtag共同创立的无边界理论学说,认为宇宙的边界条件就是没有边界,宇宙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。 这一理论认为,宇宙大爆炸伴随着多重的大爆炸,因此会创造出多个宇宙。 这就是平行宇宙。 平行宇宙,尽管人们认为测量多元宇宙是不可能的。 但霍金的最后一篇论文,太好了,如何利用太空坦测器,来发现这些宇宙。 Hurtag说,霍金之所以写这篇论文,是因为他们都想给多元宇宙的概念提供一个可测试的科学框架,根据爆炸理论。 在大爆炸之后,宇宙一指数形式膨胀,然后继续比较慢的速度扩张。 虽然爆炸理论仍然被认为是不可能进行测试的, 但霍金的最后一篇论文,提出了一个可以被测试的理论, 使得在如何接触到了多元宇宙的概念上,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转变。 在霍金的论文中,最具争议的部分,或许是他对宇宙将如何终结的预言。 霍金表示这个宇宙最终将会消失在黑暗之中, 就像一颗浩尽了能量的恒星,一些宇宙学家并不很支持这一理论, 同行们对这种理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。 宇宙命运尽管如此,这同位阻止霍金, 警告人们有关宇宙的命运。 去年6月,霍金的斯塔尔穆斯节, 上做了一次演讲, 并建议人类在为11万之前找了一种离开地球的方法。 霍金表示,我们的空间已经不够用了, 我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其他世界, 现在是探索其他恒星系的时候了, 把人类分散到宇宙中, 或许是唯一能拯救我们自己的方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